桃園市長鄭文燦 七日上午出席桃市府 舉辦的模範公務人員表揚大會 不過外界還是聚焦在炒的 沸沸揚揚的紫金區 自由貿易港區有它的優點 而且它逐步放寬的過程 也可以提供多元的服務 那我覺得應該回到 自由貿易港區的設置管理條例 那現在已經有六港一空參加 鄭文燦自豪 桃園根本不需要紫金區 因為坐落在桃園國際機場的 遠雄自貿港區 是桃園拼經濟的漂亮成績單 桃園的國際空港 那自由貿易港區的這個 產值也非常高 一年大概有四五千億的產值 也創造了相當大的就業機會 我希望這個討論不要填碼行空 不要喊口號 回到制度來 鄭文燦呼籲朝野自貿港區 大盛藍營要推動的 資金區就連業者也贊不絕口 我們從十年前才慢慢的進入這個行業 那前三年我們就大概虧了十二億 但是雖然虧了我們還是繼續努力 到四年前我們終於把所有的虧損攤平 那目前來講是有獲利的狀態 也非常的穩定 市長跟業者聯手喊話 未來將更努力提升自由貿易港貨量 經過十三年的淬煉 桃園自貿港區成熟發展 比起遠在天邊的資金區眼前 或許有更好的選擇 環宇新聞陳明燕李嘉宇桃園報導